老子 就是批评这个所有的人为 包括教化和治理 他认为这些教化和治理 只能导致风俗变坏 使人们更善于争斗 他描绘了因为人的治理 从古到今 这个社会不断的退化 咱们看老子怎么说 这老子首先描述了 描述了这个社会风俗 如何的越变越坏 首先第一 太常不知有之 这个下来是 有的版本是下 但是我们认为 不知有之是最好的 吴成说 吴成是元朝的一个哲学家 儒家思想代表 最上的大道指是 相望于无为 这就是庄子说 人相望于稻树 鱼相望于江湖 就像说 鱼如果没有水了 生在陆地上 大家相互吐摸 也不能活多久 但是如果都到大江大湖里了 那就不用这些小恩小贵了 其次 清而淤之 清而淤之 谁清而淤之 就是百姓清而淤之 百姓都很喜欢的拥戴他 这就是姚顺宇 皇帝这些人 所以王毕说 不能以无为巨事 不言为教 力善行使 使天下得清而淤之也 这也是三十八章 说的个上人 就是像姚和姚顺宇 都是要大公无私 一行为公 为天下人谋福利 所以这种人呢 是有心去讨好天下人 所以天下人都会清而淤之 亲爱他 表扬他 再往下走 就到了其次位置 为什么要让人们害怕呢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像姚顺宇那么有能耐 咱们却不说无私 有些人姚顺宇 能够用他自己的恩惠能力 养育天下 让天下人都得到好处 可是呢 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子孙却没这个能耐 没这个能耐 肯定有人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叛乱吧 那么就要开始惩罚了 所以王毕说 不能负义恩人令物 而赖威权也 这就是不能再用恩惠来 让天下人都得到满足 所以对那些不满足 发牢骚的人惩罚他 所以这就是 位置是民怕指 民众就害怕这个领导了 其次无止 就是无止了也是民众 无弄这个领导 戏弄他 所以王毕说 不能法以正其民 而以智之国 下之毕之 其灵不从 信不足焰又不信焰 信不足焰 就是说 这个和尚功的住很好 君信不足以天下 天下则硬之以不信 而其其君 所以下面 保重其言 不肯轻易出口 所以说 功成事随 百姓皆为我自然 就是百姓皆为我自己是如此 因为你不干涉他 让百姓自己来做 你不要指导人家 上德不德 事已有德 就是最高的德 是没有什么德的 恨疾的 这才是最高的德 就是最健康的人 是不会 是没有健康这个概念的 因为他从来就不得病 他不知道什么 什么叫健康 所以这就叫 这就是最高的德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忘了他 你是不知道他 因为他跟你是 perfect match 非常适合的 就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在庄子这个养生主里 说这个择智 五步一饮 十步一酌 不期虚与凡中 神随王不善也 这就是神随王不善也 这个出处 就是这个鸟呢 他虽然在水里头 走了五步喝一口水 十步啄一口石 但是呢 他不希望把自己 关在笼子里 被人养起来 他因为他 他这样逍遥于天地之间 虽然说好像没有 这个笼子里的鸟 长得肥 长得胖 但是呢 他来 这个野鸟 他的神 虽然王 神虽王 他的神志非常好 但是他并不以 这个好呢 就是作为好 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好 因为他本身 就是跟他是自然合一的 所以上得不得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王必烈注 咱们看 是以上得之人 微道适用 不得其得 无之无用 故能有得而无不为 不求而得 不为为之称 故虽有得而无得名也 就是说 所以说你 你就是完全顺应自然 下得不失得 是以无得 所以说和善公书说 不失得得 其得可献 其功可称也 所以说就是 真正的有得的下得 就是因为你 你时刻想到 它的功用 那么你这个功用 证明你已经失去了功用 所以咱们也可以说 有标局 则于道理 而不是真得 你等到大家都 都喊着要学雷锋的时候 证明天下已经失去了雷锋 上得无为而无以为 就是最上的得 是没有什么作为 也没有心去做 下得为之而由以为 这个下得为之来 不同的版本 有的是下得无为而由以为 但是我们 要是本着王毕的柱 你看王毕的柱下面 在这个故 下得为之而由以为 证明王毕的柱 应该是下得为之而由以为 不是好多版本 有些版本 他把这个为之改成 无为而由以为 下得求而得之 为而成之 则立善以至物 故得名有言 求而得之必有实言 为而成之必有半言 善名声则有不善应言 故下得为之而由以为 就是下得为之 有心去做为 那当然他 他就是要做 所以有心有为 就是这个意思 上人为之而无以为 这是下得最高的一层 人 那就是最高的人了 就是最高的人 但是来就是装的 至人无亲 也是这个意思 最高的人是没有 不表现出任何亲爱的 其实上人呢 其实可能还没有到至人 所以上人为之 上人去做 但是无以为 就是实言本来就没什么作为 但是他非要做 所以你看王毕的柱 也是这个意思 讲明 得至上下 则举下得以对上得 至于无以为 及下得之量也 上人事业 就是下得的最高境界 是上人 租基于无以为 而优为之 就是说上人呢 他本来可以无为 可是他还是去 非要去做了 那么为之而无以为 故有为 为之换 这样就导致霍乱了 不能不为而成 不心而之 则举下得以为之 故有红朴波时 而仍爱之者 而爱之无所偏思 故上人为之而无以为 就是红朴波时 仍爱之者 而爱之无所偏思 这就是姚顺米这样的人 爱 无所偏思 普照万物 但是呢 他虽然说他没有偏思 没有思心 也可以称之无以为 但是他毕竟是有心去做了 那这就是为之而无以为 所以这个地方我来评价是 此乃批评谣顺 自作多情 以仁义饶乱人心 虽其仁爱无偏思 但是开以为之换 所以下面和尚功的主 功成势力 无以之为 这个也是和尚功这个主来 比较没有王毕的主清楚了 下面上人为之而有以为 这往下就更下了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义 你们知道义是分别善恶的 分别好坏的 那既然你分别好坏 那肯定要做了 肯定要有行为了 所以为之而有以为 这就跟下的为之而有以为一样了 王毕就说 爱不能奸 则有一抗正真而毅理智者 你既然就是不能 不能像姚顺颖那样 满足天下所有人的这个需求 那么呢 肯定有些人不满 你肯定要在这里 在所有的人里区分好的坏的 那既然有区分了 肯定有正的 有正真的 有假的 所以那样呢 你就会奉旺有职 注笔公词 就是讨厌那种假的 那个 那个 做假的 就是 帮助那种 耿直的人 就是这样呢 物事而有以心为意 那肯定有心去做事了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下面 更往下走 这个仁义都是发自内心的 可是下面呢 就开到 开始到外表了 外表这些东西 那就是一种 一种就是更假的东西了 上里为之而摸之硬 则囊比而扔之 就是简单的意思就是 就是到了这个理 它已经是表面上的东西了 上里为之而摸之硬 则囊比而扔之 这就是强迫 你不听 我强迫你听我的 所以林熹一说 扔隐也 民不从 抢一手隐之 抢之夜之也 就是你不听我 拉过来 让你听我的 王弊说 所以 值不能赌 则有由事修文 理静之者 上好修静 交则往来 则不对之嫌 愤怒生厌 故上里为之 摸之硬 则囊比而扔之 什么意思 就是值 那就是义的东西 这个真假 王值你分不清 不能坚持这个原则 最后就用这个 外在的东西来 吐诗来表 所以理静之者 上好修静 交则往来 就是礼上往来 则不特之嫌 愤怒生厌 所以这些外在的东西 实际上虽然都是表面性的 就是彼此双方也知道 这都是假的 但是呢 所以内心里很冤愤 所以上里为之 摸之硬 难比而扔之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都知道你不是真心的 那么呢 不是真心的 最后人家不听 不听的呢 我就强迫你听 所以说 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仁 师人而后义 师义而后礼 这就是整个 整个来往下走了过程 所以王毕说 不能无为而贵博实 这是第一层面 不能博实而贵政治 这是到了义了 不能政治贵实境 实境就是外边的装潢 到了这个 这就到了礼了 所谓师德而后仁 师人而后义 师义而后礼 所以说 在儒家批评法家 说法家的是法 刻薄寡根 但是实际上 礼用到极致 也就会出现 什么比如像吕坤 还有戴智所说的 以礼杀人 其谁连着 以法杀人还能得到昭雪 以礼杀人 那是你杀了就白杀了 就是所以说 这个礼了实际上 到最终是最坦 更残酷的 所以说师夫 礼着忠信之伯 而乱之手 所以礼了就是 到了礼了都是一种 表面性的外在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 正是因为 它是表面的外在的东西 就是咱们说虚伪的 一种假象 那他缺乏了人的忠信 忠就是禁忌之为忠 王毕说 福礼 所使守于忠信不睹 这就是王毕的诸 因为你忠信不够了 通俭不扬 不扬就是不光明 就是内心里有圈圈 责备预表 就是责备表面上 就是说你不对 我不尊敬了 实际上完全不尊重 不考虑内心 积为争执 福仁欲发于内 为之优位 况物外师而可酒活 不服礼着忠信之伯 而乱之手也 前使者道之花 而鱼之使 所以说前使就是那种 自作聪明的人 比如孟子所说的 先知先觉 所以你看这个道家 是非常批评孟子的 就是一会儿 我们还会到下一讲讲到庄的时候 我们还会提到孟子